国际疫情蔓延的扩展 势必对我国的产业链、供应链以及外贸出口造成较大的冲击影响 据海关统计 今年前两个月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下降了9.6% 其中出口下降了15.9% 随着国际疫情的进一步扩散 但我国外贸进出口形势可能还会进一步恶化 对此我们要密切跟踪形势的发展变化 并及早做好应对准备 总体看 疫情对我国工业经济的影响是阶段性的 是可控的 不会改变我们国家持续向好的这样一种基本趋势 您感谢您发现